三国战绩 三五个boss轮番登场 一出门的话呢我就有各种神装 这种版本的话呢说实话 我不是那么太喜欢 但是呢各位喜欢是吧 所以说呢这一期呢给各位做一个这个 然后呢我打的是一个武将争霸的 一个下臂模式 下臂的话呢加到一起呢就是 随机三个敌人 然后呢第二轮随机五个敌人 所以就是下臂模式 之后的话呢这个下臂模式呢由于这个怪比较多 所以说呢设计者啊这个作者呢让开场 给了你一堆道具 什么黄树公张九斌九月让 包括呢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这和拿个吧 啥都有 然后的话呢这个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版本 第一点啊就是我不喜欢这个平台 这个游戏的话呢如果各位想玩的话呢 去这个唱玩空间 关注一下唱玩空间呢 去下载一个唱玩空间这个平台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平台呢 因为的话呢我第一次啊到这个平台里边呢 用摇杆设置按键 他就不让我设置 然后的话呢后来是几经尝试呢 终于能设置摇杆跟按键以后 然后啊然后还还出现个什么情况呢 有那么一丢丢的延迟啊 我的摇杆的话呢上下左右呢 整个走位跑位有延迟 另外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组合键不能设置 用摇杆不能设置组合键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尝试了好多 一旦我设置组合键的话呢 就会跟我的BC按键冲突 一旦我设置了ABC爆气 AB或者是BCD 设置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这个跳和看到剧就没有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平台呢让我比较难受 而且呢不能化身连点狗了 只能用平台自带的连点器 不能用我摇杆自带的连点器 所以说呢这几点呢 让我不太喜欢这个平台 之后的话呢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我方获得了一个许楚援剧令 然后你可以看许楚的攻击力是吧 他这个许楚的攻击力呢 似乎是一个二倍攻击力 还是几倍攻击力 反正我不知道啊 就是呢我方人物的远居令啊 我方能选人物呢 都是有远居令的 这个远居令的话呢 攻击力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丧良心 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远居令呢 一个是张飞一个是修楚啊 这两个远居令非常的好用 然后的话呢 这个免死金牌是什么呢 这个免死金牌呢 就是顺发的荒蛛弓 以前玩别的变态版本的 我给大家讲过 现在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轻道巨格啊 你没听错 轻道巨格修剑丢掉 修剑丢掉 因为的话呢 后边减不了这种令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把修剑丢掉 你看我这里 每一个操作都有延迟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我玩的时候 感受异常的明显啊 你看是吧 像总看我打青板的话呢 应该比较舒适啊 虽然说我不能保证 这个连招 百分之百的都能给它完成啊 但是这个马王的这个 撞点撞点 这个连招呢 我也不至于连得这么手残 是吧 所以说的话呢 真的是啊 我不知道是它这段平台的优化 摇杆优化的不好呢 还是说 我设置出什么问题 总之的话呢 难受 玩的是异常的难受 这里的话呢 它这个游戏设定呢 你每一关三个boss呢 不需要全打死 打死两个就过关 包括第二轮的 每一关五个boss呢 打死两个也都过关 之后的话呢 除了咱们常见的boss以外呢 它会加入一些新的boss 比如说赵云 是吧 前面呢 大家见到了这个赵云 会加入我方的五虎将 加一个祝格亮 这些都会加入 然后的话呢 会加入几个比较神奇的boss啊 怎么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比如说呢 那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司马仪啊 叫神司马或者神操操啊 神操操应该就得武神 把武神改良得非常厉害 然后呢 加入了真吕布 还加入了一个 算神下侯吧 这里有一个统统统称呼为神将吧 神下侯 还加入了一个 哎 梦霍你怎么绿了呢 怎么绿了呢 然后呢 本游戏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玩这个武将呢 三个boss跟五个boss这个武将呢 你一定 不要带着以前啊 玩武将的那种想法 小道具呢 你都不剪 几乎都没用 几乎都没用 什么道具有用呢 骗伤的大魔法有用 比如说呢 张角基 黄世公 这种比较高伤 比较 范围大的这种东西有用 然后呢 天书是这个 武将争霸里的神器 你看我方陆迅这个原局令 恐不恐怖各位 所以说呢 天书一定要剪 因为为什么给大家 就是这个呢 因为这游戏 你可以看到啊 爆了三个血树是吧 这游戏爆装备啊 爆的非常的乱 导致呢 你初玩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剪什么了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这样啊 这个是 算是老板点磨 我这是打了那有 四五次吧 大概是这样 这里来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神思马 这个神思马的话呢 很厉害 它呢 有一个 有个瞬移的技能 我们来看 它起身一笑 它只有原地一笑 就是一个瞬移 这个瞬移的话呢 会录到你的背后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这个跑位 这里呢 连续两个神仙笔 踏死 踏死 这两个神仙笔的话呢 也是打不出了多少的伤害啊 然后呢 再一个神仙笔 把所有的神仙笔丢掉 神仙笔呢 就是前期用 后期没用了 这里出了一个变 变的话呢 我随便打打脸上 然后呢 本游戏呢 大厦上的道具好用 比如说呢 A人物的这个各种的 BCD 我这里呢 选了一个张飞 就因为张飞BCD 既厉害 然后呢 北城的部阶力又高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好用呢 还有这个 动物书加帐金的绝配 之后的话呢 张连剑说实话 有连点气 你用一下还行啊 没有连点气的话呢 张连剑在这个 主教队战里呢 比较的无力 所以说的话呢 我提前就把张连剑 丢干净了 比较的无力 这里呢 是乱入了一个这个 你们可以无视啊 这里是我的 其中一个视频做好了 我是在 做视频的同时 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素材啊 这个统头方法 时间不能浪费 这里司马仪卡住了 我准备上级揍头 但是呢 这个司马仪防御很强 现在把我逼没招了 这里又说我想把我BCD啊 不是想丢飞盘 因为呢 我没有BCD的组合剑 所以说呢 我也是很不耐 我只能呢 手拍BCD 所以说呢 就会容易出现失误 然后呢 这个司马仪呢 防 很能防以外呢 这个司马仪呢 受攻击的判定被更改了 想打这个司马仪 他连招非常的普通 几乎呢 不怎么吃连招吧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呢 这款无双版这个游戏的话呢 人物 我方人物的这个气槽 给增加到了七格 也就是说呢 你最多有七个气 你可以看到呢 我刚才 爆了一个BCD 用了三个气 以外还有四个气 这里呢 给个头盔 没用 头盔的话呢 是增加你极其速度翻倍 极其速度翻倍 但是呢 对于我这个A人物来讲 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呢 他这个虽然增加 极其速度翻倍啊 但是呢 他不会让你 杀一个boss 加两格气 所以说呢 这个头盔 对于A人物来讲呢 最有用的道具呢 就是其他三样 在武将争霸里 最有用的道具呢 第一个应该是防具 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的话呢 我感觉啊 起码能渐免 50%以上的伤害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腰带 腰带的话呢 就是武术黑衣 双倍攻击力 这个双倍攻击力 自然不用多说是吧 然后呢 除了这两个东西以外呢 鞋子非常的有利 这个鞋子打巨型的话呢 我感觉没什么用 但是呢 打这个武将非常厉害 增加你的移动速度 移动速度翻倍 和跳跃力翻倍 这是鞋子的作用 所以说的话呢 你打这个武将呢 经常需要这个 连区的跑位 那么呢 这个鞋子就异常的重要了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黄爱跟貂蝉 这个血量呢 空到差不多 然后呢 我想把他俩都打死 这样的话呢 都打死 就会多爆一本火书 结果呢 没做到 没做到 这里呢 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食物啊 不然的话呢 还能多减个火书 这个游戏的话呢 你火书 风书 电书 五星书 青囊书 这四本书呢 必须要减 然后 石头书 如果你有零点气 你也给它捡起来 这五本书非常的强大 这六本书非常的强大 然后呢 这里这个曹操 这个颜色的曹操呢 就是一个武神 他虽然名字叫曹操 但是他是武神 你可以看到呢 他倒地啊 几乎就直接起身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我把这个B面 这个开始赠送咱们的仗角军 直接丢掉 直接丢掉 然后呢 对面呢 还有一个我方关羽 是吧 关羽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将 然后我爆了一个BCD 结果呢 是没打到 然后呢 这个敌方操操 敌方武神 那个加血 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武神 倒地就起身 我这里的话呢 站到左上角 开BCD 然后呢 调好这个 三角巾 准备呢 在BCD结束之后 都丢个上巾 我为什么这么破心的 想击杀武神呢 因为这个武神 他对阿龙腰带 武神掉腰带 然后呢 这里不掉衣服 这是我现在已知的 然后呢 鞋子的话 这关必掉鞋子 这关杀死Boss 就掉鞋子 之后的话呢 司马仪 爆那个头盔 这是四个道具 不四个装备 在这 这里呢 我爆了第二次的BCD 我呢 把所有的能量呢 全给他用掉 就为了干死这个武神 拿一个腰带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没敢打 我怕这一个必杀的话呢 把这个 武神跟别的怪都打死 我怕这个 然后呢 这里其实应该把武神交了 我怕这个交完之后呢 减不了这个 减不了腰带 我怕这个 这里丢了个飞碟 二哥的话呢 是隔着好几行就出招 所以说不用管二哥 你看这个武神厉害怕 各位 这个武神在我连招的过程中呢 把我的连招侦破了 然后呢 直接一个闪现到我背后 这就是这个武神的强大 这里赶紧减腰带 哎呦 这二哥的一个AB 赶紧丢莲花 狂兑莲花 先减腰带 再点鞋 七星灯 没减上也无所谓 后面有的是七星灯 这七星灯呢 只能减一个 这个呢 你就当上三观人机私服玩就行了 非常的快乐 这里的话呢 清格子 来一个虚蜀 一个钻 还被二个防数了 赶紧换回来 这个虚蜀的话呢 到后期也没用了 因为这虚蜀不具备一打五的能力 好用的援军令是谁呢 各位 曹操 吕布 这几个援军令非常的好用 然后的话呢 还有谁 还有四码也算不错吧 也算不错了 这里的话 丢掉招案状 清格子 开始捡到剧 这一关包的全是鞋子 哎大印 大印是个好东西 大印是个好东西 大印得捡一下子 哎哥们 我可能没看着当时 当时没看着 后边 但是我后边捡起了大印啊 大印是个好东西 因为的话呢 大印呢 可以增加你援军令 这个出场之间 比如说呢 你操操20秒 你可以放三个必杀 你换身援军令 你可以放40秒 五六个必杀 这一下就牛逼了 各位 这一下就牛逼了 所以说的话呢 玩这个游戏呢 就当私服玩啊 一定都捡那种大道具 小道具千万别捡 什么锈剑了 独头了 独标了 这些作用 微乎其微 只能说微乎其微 辅助作用 现在的话呢 当我放有了这个腰带 双倍攻击力以后 就牛逼了 就牛逼了 张飞彻底就牛逼了 站起来了 这个位置呢 我利用鞋子 大排位的跑道 丢一个飞盘 没什么作用 这个飞盘的话呢 只飞中了司马一亿人 丢一个黄石弓 空一下场面 然后呢 继续我的跑位 看见了吗 然后这个红色的梦阔呢 它是 算是神梦祸吧 这个梦祸的话呢 是一个霸体 不能用A起招 类似于 我给大家带来的 那个乱世英雄里边 那个霸体寻处 类似于那个boss 所以说呢 打这个梦祸的话呢 你必须要用各种招式起 给他打副空了 然后再连 打哪个 对不对 没有用 所以说呢 该用就用 这里呢 直接一套连招 带着武术 是非常高 这种剧力 之间呢 拿下了这个司马一 然后 这个司马的另没捡着 我说实话 这个我本身呢 这个摇杆有点延迟以外呢 我在穿上这个鞋子 我就感觉操作这个人物 真的是很难啊 我连准确捡东西 都快做不到了 所以说真的是挺坑的 我也不知道说 手残还是 这个鞋太滑了 还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里又点了一拳 我才想起来 这个怪是不能 这个BNA起的 然后的话呢 我看他们打这个游戏 都捡这个时间器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间器有啥 反正呢 我是暂时没发现 时间器的好处 这里的话呢 我直接一个跳皮起 我呢 还是想把这两个boss呢 给他控制一下 血量平衡一下 然后呢 一起打死 多包一份东西 之后的话呢 这个跳皮啊 跟129不一样 我也是不太习惯啊 跟129风云不一样的跳皮 我也是呢 用了不太顺手 慢慢再试一试一话 这里的话呢 关羽几乎啊 关羽这个武将的话呢 巫虎将里啊 关羽几乎没有破定 那天的话呢 我观察了一下关羽啊 这个排骨大哥 点了我一个拉眼 所以观察了一下 敌方关羽 他是一共就四招 飞龙 必杀 然后呢 AB6A 就这四招 一招都没有破定 很难受 然后呢 这个我方的巫虎将张飞呢 破定是这个 必杀 超必杀是破定 然后这里是个大印 我应该检查 你看你看 你看我这 走过去捡东西的飞金啊 然后的话呢 赵云的破定 应该是 应该是也是必杀 黄宗的破定也是必杀 朱国亮的破定 没找着 然后呢 还有排查谁了 马超 马超的话呢 没碰过几次 我不太了解 马超有什么破定 这是我对这几个怪的一个 小的一个认知 然后呢 这块呢 又随到了这个 硬汉梦获 之后的话呢 来了一个扫子 加一个这个慰言 这个由于是 他这个 他这个版本啊 在这个平台上呢 不能选难度 不像邮剧那样啊 说是选个普通 选个天王 选不了 所以说呢 默认一开就是普通 那么呢 第一轮的普通呢 比较少 我可以跟他们应该 而且他们打我也不同 可惜了 没有随到那个真吕布 如果随到真吕布 我再拿一个衣服的话呢 那真就是无敌了 攻防具备 一个都不缺 那是实 真就是无敌了 你看我这攻击力 各位看不看着 头上有咸血 他这个咸血的话呢 是平台自带的 很不错的一个功能 这一点呢 那是不错 该说不说挺好的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相当于摸黑打了 我反正以前玩 那个屈凶奈起 是吧 有个大哥 小林大哥呢 点我打陆逊四剑的时候呢 没有血血转件啊 打减了是真的坑了 体会过那种痛苦 这个位置呢 一套石连带走了这个胃炎 然后呢 这个石头书说实话呢 我有连点气 我一定会剪 但是呢 没有连点气 也就那么低了 不准备要了 这里呢 是剪凑凑了一个胃炎令啊 这胃炎令没用 我不应该剪 不应该剪 剪这个胃炎令的话呢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我是准备把这个两个怪呢 还是平衡一下这个血量 为什么我这么想 把所有怪都打死呢 因为的话呢 首先资源 打死一怪加一个气 这个很重要 这个游戏的话呢 打的就是能量 没有能量的话呢 怎么说呢 血坑 无论你玩A人物还是B人物 然后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呢 他多打一个boss呢 他多爆一次东西啊 这点很好 剪剪道具也很重要 这里的话呢 我对着这个孟霍 打了一套这个 跳皮起的一个连招 这里没接上 有点可惜 然后嫂子来了 打他一套 撞 打一套连招 别给他打死 你看这里还是很小心的 啊 别给嫂子整死了 然后呢 继续 哎呦 真坑啊 他这个 鞋子是一个二倍的跳跃 把跳跃能力翻倍了 所以说呢 我用着还有点不顺手 丢一个毒 跳皮 又防御了 牛逼 已经连放我三下了 连放我三下了 这里 一个硬汉 不要紧啊 我血多 反正打死他俩好多的加血 这里再来跳皮 哎 自己手还惨 这里跳皮皮脱嫂子 然后跳皮打这个 哎 这里我用了一个下下衣啊 一生气下下衣还涌出来了 哎呦 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啊 这一个视频压缩完了 抱歉啊 可能也吓着你们了 如果吓着你们的话呢 请帮忙这个空白 别骂我 我不是故意的 这里捡一个战脚机 这关的话 为什么我这么 努力的把两个boss都杀死呢 因为这个战脚机 到第二轮很好用 当我先生有这个双倍杀害的时候呢 张小剑也是双倍杀害 所以说呢 第二轮如果碰到 司马 沙曼科 黄盖 这些怪的话呢 张小剑很好用 哎呦 来了各位 我这个大印呢 有这个操操 就回本了 这个大印简直就回本了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应该用一个卫言啊 这里我这思路还不太清晰啊 我这个玩的速度不多 比较懵缺 我应该用卫言 张转之后用一个卫言 然后呢 我这里张转我还忘了 我忘了 我是大印招案转 我以为张转时间要到了呢 结果呢 这个boss打到这个时候 才想起来 你说这个张转怎么还没到时间 对不对 后来我想起来 我身上打印 大印不光增加这个援军令的时间 还增加张转的时间 这时候的话呢 让这个张转的效果呢 达到了啊 这么牛逼 导致到的bcd呢 少了很多的伤害 开始不要紧 现在呢 我已经是冰枪马送的一个状态了 根本不在乎 不在乎 丢一个莲花 想打一个 四六位 没打出来 真的是啊 我始终是感觉这里 摇摇的延迟啊 我在游具平台也玩过 我在约战平台也玩过 都没有这种难受的感觉 然后呢 这里我是肯定是想 先把这个曹操打死了 因为曹操的话呢 他毕竟是不是 抱着周园军令啊 能让我这个大印 哎 搭配上 就牛逼了 那么呢 曹操死亡之后 我们来看 包了一个兵剑 哎 清草树 这一关有清草树啊 所以说的话呢 我应该会把这两个 bcd的血量平衡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呢 曹操令又减不上了 我果断先弄大印 这个时候 灵魅不烂啊 大神的反应 弄完大印之后 血树三本全弄 没用 根本就没用 然后再把大印减过来 各位可能 好多人会好奇啊 永恒你是不是脑残呢 对不对 三本血树 不如一个大印好用 真不如各位 我只能说真不如 后期咱们看效果 看看我这个 丢三本血树 减一个大印 这个决策到底对不对 咱们后边再看 然后的话呢 咱们继续 继续攻击这个孟霍 加这个曹操 你爹都被我打倒了 你还给我撕不啥啊 对不对 这个兵剑挺还是的 兵剑挺还是的 这里继续把这个孟霍的血量呢 打到六千多 这六千多意味着什么 我也不太懂啊 反正的话呢 点一拳能打个一千滴血 把我双倍伤害 大致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呢 杀死这个操杖之后 再把这块 哎呦 给打死 先捡这个青草树 再把它打死 捡一个加血 捡个战斗机 再捡一个青草树 青草树 这里 第一时间啊 你一定要明确啊 玩这个版本一定要明确 你要检查 这个事非常的重要 各位 这个事你又不知道的话 这版本就玩不了 抱一堆东西蒙了 我该捡什么 是吧 OK 这一关的话呢 来了两个牛逼的武将 这个真是两个牛逼的武将 一个对面的武神 前面咱们见过是吧 一个这个神死马仪 咱们都见过 所以说呢 这里有果断选择 上一个淘操 淘操打淘操呢 是有这个伤害加成的 虽然说对面是武神啊 但是他是淘操的原型 所以说呢 伤害加成非常的疼 然后呢 这里有两个被杀 再开 你看这个大印各位 牛逼 各位 各位绝对只能指挥这个票价 三次必杀 砍倒了一个boss 换回来 这个司马仑七天一个选 这个好打吧 然后呢 这里呢 我又有点蒙了 怎么爆这么多重心呢 爆了 这里有点捡封书啊 各位 有点捡封书 没捡到 这里有点青星灯 捡个封书 没捡到 你看我的判断已经很好了 果断丢弃青星灯 捡个封书 但是可惜了 还是没有第一时间捡起来啊 这个封书丢了有点可惜了 丢一个多 打一个这个 下回来的一条连针被给他打死 千万被给他打死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哎呦 这里有些司马仑好顿脑 我看一下 我学生什么道具 要丢一下 这个抉择 很陪际 利用这个鞋子快速跑外 然后呢 看看道具 电话丢一下 我想这个把司马仑打死 给了我一个大横扫 然后继续跳 哎 我这魏妍什么时候丢没的 魏妍 魏妍忘了什么时候丢没的了 这里开一个AB打死司马 然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下回来打死 结果 打死 很可惜 这里的话呢七星灯直接用上 秒用七星灯 捡一个封数 然后呢 把这个下回来打死 看看还能不能捡封数 把六 这里亏了各位 要不然的话呢 还能捡封数 要不还能捡封数 但是还好 七星灯呢 被我用掉了 我呢 是一个满血 捡第二轮 无所谓了 我不差那一个封数 够用 我们来看啊 第二轮该怎么打 第二轮呢 五个Boss都是随机的 烂七八糟 什么都有 所以说的话呢 第二轮该怎么玩呢 各位 这个司服的玩法 干就完了 干就完了 首先呢 用一个封数 打一个这个角落里的 无限压制 然后就BCD 是吧 各位 你们千万不要 被这个阵仗吓着 这个你们就是 按我这个套路 捡中线 按我这个套路打 都能通过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真的没有想象中 当然了 除非你开启 对面双倍伤害模式 你这个普通伤害模式的话呢 真的没问题 是吧 你看这里 一个放出之后 爆BCD无限器 使劲扒了下上绝 这看视频的各位 你们都可以搞定 对吧 这事我一点都不撒谎 都可以做到 没什么难度 这里呢 是找一个位置 找一个路打的位置呢 干一波司马仪 之后呢 被他笑上了 然后已经不疼 你看这个张鸣 打了司马仪 一万五千滴血 像还一场的恐怖 然后呢 再丢一个张鸣 直接呢 把对面的这个司马仪拿下 这样的话呢 死两个boss就不过关了 结果呢 这个黄干还送了 我现在做的呢 就是给张辽打死 可惜了 赶紧担下雪啊 第一关呢 这个结算时间有点快 签持加雪 打不死张辽了 签持加雪 完了再打死张辽 没打死张辽 血坑 张辽三千牛血 三千A就死了 如果打死的话呢 都加一个气 都加一个气的话呢 这个后边就很关键了 这个第二轮的话呢 气比较关键 我这里呢 第一轮的运气一般吧 没有随到那个张飞 张飞抱一个酒瓶 酒瓶用完呢 直接加七个气 很牛逼 这关的话呢 我先把金珠丢了 没用 我调了一个这个电数 我后来一想 还是挑火术吧 因为的话呢 这关这个关羽 加这个曹张 加这个马 这几块呢 比较怕那种火术啊 所以我一想的话呢 还是丢一个火术 这个火术 你看这个版本 天书类比较大 这版本天书就是 不是这个版本的 这个武将 天书就是最可怕的道具了 即便你没有连点 人的不快 是吧 伤害是一样的 两本天书 这个关羽就快去了 然后呢 我这里呢 是考虑再丢一个 这个电数 我又丢了个电数 先把这个关羽拿下 先电出关羽 把左边的关电到右边 然后继续电 黄电 走你 死一个 然后呢 我该丢个衣服了 我这里呢 要丢个衣服 再大点气啊 各位 咱这个气不能过消耗 我现在是三个气 点上那个气道的话呢 闪闪发光 就是证明是两 不发光就证明是一个 它这气是这么显示的 所以说的话呢 我现在给加气了 这个衣服也没用啊 这个衣服就是打气用 我跟你说 千万不要拿这玩意 当个好玩啊 该冷都冷 它就是打气用的 这里的话呢 两个boss死亡 那么呢 咱们就过关了 这位置看看 能不能再打死的怪 做不到了 剩下的怪 血量剩下太多了 那咱不打了 不打了 现在呢 我就是有四个气点啊 第一个气发光 证明是两 后两气没发光呢 就是一个 四个气 咱们呢 来看下一关 下一关会给什么 直接走 来 哎 这关的话呢 许楚 这个还有什么 小梦幽 这里又准备直接BCD了 因为梦幽的话呢 非常怕BCD 我做过这个链花 不是我想的啊 不是BCD能出来 因为的话呢 不是一剑爆气的话呢 还是 我扭的准备度 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这腰管也是 用了三年多了 这半剑 逐渐有点不太黏了 OK 这里咱们继续 一个BCD的话呢 基本就清掉了 这个其中一个boss 没有意思 现在呢 观察一下血量 对面的这个黄盖 血量不多 现在的话呢 我是准备 独标 然后呢 打一套破招 我也不知道谁是地级 之外 也不显示地级优先 反正的话呢 这个张疗第一 虚虚第二 这是定下来了 剩下的话呢 这个没有血量的boss呢 看不出血 这个位置呢 感觉要死了 不能再掉血了 我丢了一个动物树 丢了一个动物树的话呢 把这个黄盖的血量 给它 你看扎 以下1500 再扎 再扎 不能扎了 剩600血 给它摸死 这样的话呢 并给动物摸死了 给动物摸死了 不加气 咱给这个黄盖摸死 摸 搞定 快跑 到黄盖 实体消失 咱就无敌了 裹一个帽子 OK 结果搞定 然后的话呢 我看这个血量 打上了一套的就死了 两个动物树一套就打死 搞定 又加一个气 到这架血出现的位置 各位 这下屌不屌 因为的话呢 刚才那个架血就爆到这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是会猜测 这个架血还爆到这 那么呢 刚好我第一时间 减完架血 他就结算了 多减一个血 小操作 OK 这一关呢 又是一堆乱七八糟的boss 两个关 不 一个关 一个黄盖 两个取杵 一个貂蝉 反正你也不用管他 是谁 咱就是群工就干就完了 找一个位置BCD 这就是我的想法 独标先定住 先定住两个 然后呢 把他们拉到右边 BCD 走 开一个BCD 黄盖挺烦人的 黄盖呢 如果单来的话不厉害 但是呢 他跟着队友一起上的话呢 有前面虚楚 把这个MT给他扛着 把T给他拉着 他在后边就设计 挺烦人的 这里呢 一个BCD 先拿下一个虚楚 再见 你看现在这个气就没了 资源就有点少了 后面呢 还能慢慢把气夹回来 拿下一个虚楚之后呢 现在就要跑位了 多少还得跑跑位 打一打 光这个 光用这个能量 注意还是不够的 这里呢 再一套 直接把虚楚拿下 那么那两个虚楚死完 那剩下的Boss呢 血量会非常的健康 我也就不打了 没那个必要了 也打不死了 是吧 咱们来看下一关给啥 看下一关给啥 下一关的话呢 肯定要用道具堆了 因为的话呢 只有一个气了 是不是 所以说的话呢 下一关肯定是个道具流 瞧瞧动物说 看看有没有下关 怕张角金的怪 哎 运气非常不错 两个司马一都怕张角金 其他人我不太懂啊 反正这俩司马一 肯定是怕张角金 动物说 一个张角金 你看有怪已经红了 那就是司马一 司马二 一个张金一万五 看盘着各位 还剩来一万二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电数 电数丢一丢 平衡一下怪物的血量 这里呢 我也看不着是电费了 这个司马一可能要电死了嘛 看不清了 反正闭眼就电 电完之后呢 丢个衣服打气 记住啊 这个衣服就是打气 先打死一个 然后呢 继续把这个司马打天上 然后平衡一下血量 反正咱现在有衣服是吧 无敌 把这个女帮打死 继续打气 别管 乐一塞塞 打对面住个量 搞定 那么呢 三个怪打死 加三个气 司马打不死了吧 看看东东打死 打死又加个气 别加上 加血不是那么重要啊 跟你说啊 加血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不差那点血 有这个时间就去打气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这关呢 是打了三克气 打了三克气 又有BCD了 下一关的话呢 咱又可以 哎 这关有左磁 有左磁的话呢 咱就用这个清单数 清单数的话呢 直接就能把左磁秒了 我们呢 找一个好位置 你看鞋子的重要性啊 各位 鞋子的重要性 这游戏没有鞋子 真的是 不太好玩 不太好玩 你看这个跑位 你从叙数身边跑 他没有反应 你没有这个鞋子 那么呢 恭喜你 你从C身边跑 你C打你 这里呢 找到了一个位置 刚好把四个怪呢 全拉住 对比 全牛逼了 把这个三个怪都拉住 把这个左磁 左磁我没错啊 左磁反正一扔 他就会死 我都没拿他 我都没拿他当个怪 然后我有这个千拉住的情况下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对面的张辽 血量不多了 然后我肯定要优先机打张辽 例如地形 卡位 打张辽AB 这里一定要交AB 然后继续跑位 继续跑位 就利用这个地形 还有四个渡标 我都说了 这个毒气渡标 几乎没什么用啊 所有威虎齐威 这里再来个渡标 打一套蹲打 因为这里跟这个曹培 能破个招 我也不知道谁第一 反正B已经破就完事了 这里呢 打完发现张辽的优先机 能高于这个曹培 获得了一个信息 但是没什么用 这里像墙拼一套 没拼上 这里再丢个渡标 再硬打一套 蹲打 站打 AB 因为继续来了 没死 我跟你拼了 再渡标 再一个狂风式带走 咱们OK 现在看看剩下的血量 续续还能打死 吃一个加血 把续续打死 续续的血量能够打死 一万九 随便打一打 他就去了 又加个气 可以的 再吃个加血 哎呦 我就说这鞋滑吧 这鞋是不是滑啊各位 从那个加血 从那加血点上滑下来了 从加血点上滑下来了 OK 那么呢 还有三关 还有三关 咱们这里继续 是吧 可能大家看着五个怪 挺乱挺厉害的 实际上并没有啊 还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丢一个电书 因为那对面有胃炎 胃炎怕电 另外一个好处呢 电书可以把所有的怪 聚到墙角 看见了吗各位 我不议在墙角留出一个 一个人的身位 就是为了我可以报BCD 是吧 你看这个操作 你们也都可以收到 一本电书 弹个BCD 一顿下上全 对不对 这空牌来了 空牌都能整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版本啊 主要是套路 主要是套路 主要是捡什么东西 主要是呢 这个在哪丢什么 大概就是这个 这看一顿必杀 死俩了 死俩了 死仨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死 反正就干 然后呢 这里是看着对面 这个马超没血了 赶紧送马超一顿 哎 又加了个信 诸葛亮能不能打死 完了 再见了 就是打死了 打死了 OK 那么呢 来到了这个本游戏的 倒数第二关 是吧 倒数第二关 我呢 小刀具生一个衣服 大刀具呢 生一个操作令 生两个千刀数 大概也就这样吧 下一关的话呢 我是准备千刀数 接一个BCD啊 我都不用管 下一关的是谁 各位不用管是谁 反正我就准备这么打了 下一关的话呢 我就往前跑 千刀数接个BCD 你累死死 留一个身位 看盘着留一个身位 保证的呢 怪能在屏幕最右边 直接就千刀数接BCD 我累死来 反正我就是一套招 对不对 三班斧 千刀数丢完之后 往右往左走一步 往右BCD 给他们全控制了 然后呢 就狂化 狂化必杀就行了 现在 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一对小必杀 然后呢 最后给这些怪流点血 扔个影天一打气 最后一关 问曹操 完事 这就是我的方案 这就是我的方案 OK 一必杀呢 打死一个梦祸 这里呢 再开个必杀 水量的似乎都空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水量呢 哎 有个小吃包吃回去了 吃回去了 我这里的话呢 陆迅快死了 陆迅快死了 扔个衣服 先不打陆迅 先打马烧 或者先打对面张飞 反正就不打陆迅 因为陆迅的话 马上就死了 哎 把这张飞 水量打低 然后的话呢 这个衣服也快到了 先给对面马烧整死 马烧差不多了 马烧一去 然后呢 给对面的张飞的整死 哎呦 这个狗 吃饱了吗 哥们 他还吃了狗包子 这里再来个四下拳 AB 带走 打死了三个boss 加了三个气 是吧 那么的话呢 下一关呢 你乐是谁是谁 各位乐是谁是谁 我开场我就上操操 开四个B上 你C来都好使 所有时候的话呢 你看这都不用管 对面是谁 对吧 只要你套路对了 怎么都能打 哎 又来五个boss 随便来啊 谁都好使 这里我先丢 清当初 清当初就操操 对不起说错了 清当初就操操 清当初丢一下 这个马就快死了 这个马是怕清当初的 然后呢 四个boss 完事了 随便去哪个地方就行了 这个版本更改了 曹操boss是无敌的 跟哪开都行 OK 第一个boss 出发 屏幕有没有闪 没闪 咱再第二个 肯定会有人死 阵王一个 屏幕一闪 敌方马王阵王 第三个boss再开 这是死俩 这个boss死俩 要不我不会这么卡 对面曹操加口血 随便加 累咋咋咋咋咋 再来个必杀 死四个 四个一死 最后再来一个必杀 各位 世界清静了 搞定 就是这么轻松 是吧 简单 随意又轻松 那么最后打完 剩一个腰带 剩一个鞋子 剩一个将军翼 足矣 满血 最后一关 清掉了所有的boss 通关了 那么好吧 这个三国战机 一统中原无双版的一个 下臂 第一轮三boss 第二轮的五boss 也给大家带到这了 我是本期的解说友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做的视频呢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多点一点关注 那么呢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见不散 拜拜